肝脏健康新希望 导致肝硬化和肝衰竭 然而 一项最新的研究 为数百万患有肝脏损伤的患者带来希望 杜克大学医学中心的研究团队 发现了逆转时间 恢复肝脏健康的关键 每日科学 Science Daily报道 这项近日发表在自然老化 Nature Aging期刊上的研究结果 揭示了老化过程如何导致肝细胞死亡 并成功利用一种试验性药物逆转这一过程 为肝脏疾病的治疗 提供了新的方向 研究团队在小鼠和人类肝组织的实验中 发现老化会加剧非酒精性肝病 并识别出老化肝脏特有的基因表现模式 这些基因在老化过程中被启动 导致肝细胞退化和死亡 更重要的是 研究人员发现 老化促进了铁死亡 Pharaptosis 这是一种依赖于铁的肝细胞死亡程序 杜克大学医学院教授迪尔·安娜·梅蒂尔博士表示 我们的研究显示 老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可逆转的 他强调 研究结果为未来的临床应用提供了新方向 证明了老化过程可逆转 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 他为我们了解老化如何影响肝脏提供了新的见解 并为开发治疗肝脏疾病的新药物提供了新的目标 迪尔及其同事助手研究 非酒精性肝病如何发展成为一种名为肝硬化的严重状况 该状况中斑痕形成可能导致器官衰竭 老化是那些被诊断为非酒精性肝病 即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 那所的患者发展为肝硬化的一个关键风险因素 全球每三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有这种疾病 研究人员在小鼠身上进行实验 发现服用一种名为Pherostatin-E的药物后 老化小鼠的肝脏恢复了年轻肝脏的基因表现模式 并恢复了肝脏功能 研究人员将老化小鼠分为两组 一组服用安慰剂 另一组服用Pherostatin-E 结果显示 服用Pherostatin-E的小鼠肝脏 看起来生物学上更像年轻健康的肝脏 即使这些老化小鼠仍在接受诱导疾病的饮食 这项研究为肝脏疾病的治疗提供了新的希望 证明了老化过程可逆转 为未来临床应用提供了新方向 研究团队表示 他们将继续深入研究 以进一步了解铁死亡在老化过程中的作用 以及如何利用药物来逆转老化 为更多的人带来健康和长寿 健康生活编辑部 谢谢收看 健康生活关心您的生活健康 请订阅点赞及转传